我国桌球女将郑一静在德国公开赛中打败中国小将孙颖莎 辉军女单四强 图鞋自郑一经脸书 记者许名里综合报道 世界排名第八的台湾女将郑一静 今天凌晨在德国桌球公开赛女单八强战 以4比2击退17岁中国小将孙颖莎 四强赛将对决世界排名第三的日本名将石川家纯 去年夺下日本公开赛女单女双双关的孙颖莎 去年底世界排名一度冲到第七 今年英国纪桌总更改积分制度 她因参赛场数较少排名调到34名 相关新闻 郑一静上演疯狂逆转秀 中国教练赛后臭脸闪人 郑一静对上打法凶狠的孙颖莎 几乎每局开局都陷入落后 但她沉稳面对最终以3点11分 12点10分11比8 8点11分11比9 11比8逆转战局写下今年国际赛最佳战绩 中国血球名将武阳也在八强战以2比4败给石川家纯 女单四强中国意外缺席 相关新闻 逆转17岁中国新型郑一静说出这关键 郑一静在拿下胜利后 与孙颖莎握手致意图鞋字 ITTF脸书专业 中国小将孙颖莎今天败在郑一静拍下 在本次德国公开赛中 中国女子选手在女单项目以全数出局 图鞋字郑一静脸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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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